這個作業基本上就是把這個按鈕給做出來 然後背後的話等於就是有幾段程式 第一個就是刪圖,圖先刪掉 我發現剛剛會一直按不到,好像這個會有一些BUG 你圖好像縮太小它會按不到 可是我剛剛又把它縮放一下,它又恢復正常了 所以如果你們遇到剛剛像我遇到的狀況 你就把它縮放正常 這個按鈕第一個就是台幣對美元的匯率 這個地方前面講過,主要你可以用錄製聚集產生兩行程式 然後再修改增加有四個參數 第一個是它的坐標,第二個是它的寬,第三個是它的高 大概是這個東西,補上那個程式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美元的部分 那就是這一段其實主要我們錄製聚集的話 本來是沒有這四個參數 有沒有,Labs是它的那個什麼呢 其實就是指的這個Labs指的就是M1 M1是哪裡,M1是這裡對不對 那Labs指的是它這個儲存格左邊這一條線的位置 所以這個有點畫一條線 那這個TOP的話指的是它上面 所以是上面這一條線 那你會發現Labs跟TOP就會有個交匯的地方 所以指的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將來這一張圖的左上角 OK,那指的就是這一張圖的坐標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放一張圖的話 就跟它講左上角在哪裡 它就幫你放到那邊去了,OK 然後呢,寬的話就是用它的WITH 什麼都WITH,就是這個籃寬乘以10倍 乘以10,乘以10的話 就其實每一籃都一樣寬嘛 所以你會發現就剛好放在這裡 這樣算過去剛好10個籃 那列的話剛好10列高 有沒有,我故意做10乘以10 比較好記啦 那人民幣的話呢也是一樣 還有第二個,底下這個地方 這個是日期,這個是它的美元的匯率 所以日期將來畫出來 就會放在哪裡呢 放在它的下方 這個就是時間 上面垂直的話就是它的匯率 那這樣就很方便我們可以去觀察一個匯率的波動 當然不是只有那個匯率的 其實滿多的資料好像也都是這樣的波動 比如說像什麼,常見像現在天氣很低嘛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到底波動多高有沒有 如果假設你可以把每天的 每天或每個小時的那個溫度紀錄下來的話 那實際上它也可以畫出類似這樣的一個折線圖 像我發現有一個還蠻好的裝置耶 像那個小米,小米有那個溫度計啊 它是藍牙的 我發現那個小米溫度計也蠻好 它會自己怎麼樣 自己可以幫你記錄那個溫度的變化 溫濕度變化喔 然後而且用藍牙可以幫你連線跟手機連 另外有一點我覺得小米蠻厲害的耶 它那個小米溫度計還超便宜的 你們在蝦皮找找看小米溫度計 一個好像才100出頭塊而已耶 而且還是藍牙的 所以我就一口氣喔 家裡買了很多藍牙那個就是小米溫度計喔 然後呢,就隨時手機打開 我就可以知道說 每個角落的溫濕度狀況 如果太濕或太冷 我可能就開個除濕機之類的 就比較方便我觀察一下 而且喔 它那個小米溫度計還蠻厲害 就是它也會自己幫你畫出折線圖耶 幫你記錄一下一整天的那個溫濕度狀況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喔 然後再來的話一樣就是人民幣 其實這個人民幣差別就兩個地方 我剛剛講嘛 第一個地方就是這個 Lab跟Top的位置 把它變到M11的位置 那寬跟高不變 所以這兩個參數我們就不動 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資料來源日期跟人民幣 B變成C 那最後的話把它改成全部折線圖 全部折線圖就是 這個1變成11 再變21 所以我會增加一個K的變數 當它第一次是1 第二次的話就把它加10 回去就變11了 那底下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在串一個什麼 B、C、D、藍 再把藍第一個是B藍 第二個是C藍 一直類推到K藍 那這樣的話剛剛好就符合我們要的 全部折線圖 所以我把圖給刪掉 全部再跑一次 這樣的話就 做出我們要的一個結果了 有沒有 每個都幫我畫出來 其實還蠻OK的耶 這樣的話呢 我會覺得說 將來要觀察一些數字 就非常的容易理解 說真的啦 你們會發現 所有的地位 因為現在全部都數位化了 那當你看到這麼多數字的時候 你應該會頭暈 可是我跟各位講 第一件事情 你應該是先把它圖像化 不然的話 誰會知道那個數字的變化 是怎麼樣 所以你會發現 目前應該還蠻需要有人幫你 做這些圖形的繪製 當然啦 至少你要先知道 如果用人工的方式 如果你要畫這個折線圖的話 你就是變成要選範圍 像人民美元是這樣 先把這兩籃有沒有 這範圍選完之後 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折線圖 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你以前的做法是 插入完之後 你還要再移過去 然後再調整籃寬 調整列高 那可是如果10籃的話 天啊你不是要做10次 而且很麻煩 每天都要再做一次 所以啦 如果假設你會用這個方法 爬資料完之後 再繪製 哇 簡直輕鬆的不得了 而且未來還可以做更多 所有的事情都串在一起 你就把程式寫好 那你這一整天的工作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明天呢 繼續再把程式執行就好了 感覺還蠻有成就感的 那你會發現 哇一整天時間就變多了 因為我有很多業界的學生都跟我講說 老師你學完這個之後 我真的每天就變很愜意了 因為我每天都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我事情就做完了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事情做完了 然後呢 你要幹嘛 他就說 他只有給我兩個字耶 他說裝忙 OK 什麼叫裝忙 哦 原來他每天其實 感覺好像很忙 但實際上他一點都不忙 OK 他可以做很多 他說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跟老闆講一下 說你都做完了 他說我跟老闆講 老闆他不會給我加薪耶 只會給我加工作 所以變成說他就自己怎麼樣 他就自己把剩下的時間 就拿來繼續在練功 所以他說每天 他都在就是寫這些東西 他把他寫到極致之後 隔壁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說他想要換工作了 沒多久他就換了一個工作 薪水比他原來的高很多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變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所以未來 如果你希望能夠 有一個正循環的話 可能我覺得在技能上提升 是有一定的必要性 那其實再來人民幣 人民幣怎麼畫 其實人民幣就變成說 你要選A欄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用人工的方式 記得 你要先選這邊之後 然後再選這邊 你要這個B欄不能選 所以怎麼選B欄 記得按Ctrl鍵 先選C1 然後再Ctrl Shift向下 這樣就可以跨B欄去選A跟C了 然後你在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圖表的時候有沒有 再做人民幣就出來了 那如果以前圖法鏈剛變成 你做完B 然後再C C要來移過去 有沒有 然後再來 如果是歐元的話怎麼做 一樣再把A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再D的話 一樣按Ctrl鍵 然後再點D1 然後你還要學會一個 叫Ctrl Shift向下 不然的話你選不到歐元 然後一樣再插入 這個圖表 然後再移過去 所以如果你不會寫VBA 事情能不能做完 還是做得完 只是說 那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 每天都做重複的事情 當然我第一個 我會自己想到的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何不把這個事情 把它變成一個程式 這樣子的話就搞定了 所以今天的作業練習 請各位在這邊 可以產生 四個按鈕吧 就是先美元 再人民幣 然後把它刪掉 再全部 OK 另外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是一個延伸電影 如果做得出來會加分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不要是正 重向的一個欄 而是怎麼樣 我希望美元 新台幣放這邊 那把人民幣放在右邊 也就是說 現在是一二三 一直到十 一一直到十 那現在的話 變成一二 這邊三四 五六 也就是說 本來是重向 一欄就全部到底了 現在我希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把它放成什麼 放成兩欄的話 你想說怎麼改 最後啦 其實要改蠻簡單的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改成全部折線圖 把它複製一下好了 也許這個地方 其實改蠻簡單的喔 改的話 其實你就需要去想想看 怎麼樣讓它可以跳一個 換下一個 所以我想到的方式是這樣 第一個 先判斷一下 它到底是 基數還有偶數 比如說 一三五七九放右邊 二四六八十 一三五七九放左邊 二四六八十放右邊 那我就可以在底下 加一個邏輯 如果 那怎麼知道是基數喔 你可以用i 後面加一個mode mode的話是求余數 mode 除以2之後的余數 如果等於1的話 那表示說是基數喔 然後 做什麼 就是除以以基數的 反之就是偶數的 偶數就放右邊 OK And if 那接下來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 這些程式喔 先搬到 其實可以分別搬到這邊喔 這個再把它Table一下 然後這邊 這個一樣喔 把它搬 一意思就是說我要 做 後續的處理 基數跟偶數有什麼差別 那首先基數的話喔 其實就是把那個欄寬 欄寬是Vis 把它變成一半 一半就五好了 那這邊就變五啦 變五個 那 還有個地方不一樣喔 就是說呢 K等於K加10 再基數不要 因為我下面還要再下一個 所以這個不要讓它加 加的話變它跳下面 所以K等於K加10 只有第二個加喔 然後哪個地方 這個 還有個地方 偶數的話 要讓它向右十個 所以呢 你就在 向右的話呢 就是Labs後面加上什麼 加上五個欄位 所以把這個搬過來就可以了 複製一個 後面加上五個 理論上應該就寫完了 這我想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它舊的圖先刪掉好了 看一下 它會不會跑出 這邊改成二好了 全部折件二 把它刪掉 然後讓它跑一下 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我們要 所以喔 最後呢 如果你希望 把它變成兩個喔 然後並且這邊再複製一個 那這個兩個的話 等於是 額外的一個練習喔 如果你假設有做的話 那就有加分啦 如果沒做也沒關係啦 這個等於是延伸性的喔 你可以再 我這邊指定一下 這個指定 我改成二好了 另外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變成三個 當然也可以啦 不過這個可以自己再想一下 這是一個嘛 這是兩個 OK 這個的話延伸練習 如果有做就有加分 沒做也沒關係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今天的練習題 基本上就是把 剛剛那個 全部折線圖把它繪製出來喔 那如果行有餘力的話 思考一下 看看能不能畫兩個 左邊 右邊各一個 甚至三個 四個可不可以 四個也可以啦 所以這邊想想看 那我這邊用了一個MOD MOD就除以多少的餘數 那個程式碼 我看一下 程式碼理論上應該雲端上也有 你們如果要參考的話 其實可以再看一下 雲端 白板上面喔 我也會把那個剛剛寫好的程式碼 就是全部折線圖2 放在上面 你們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全部折線圖2 其實這還蠻好玩的啦 我覺得有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喔 快速的把你想要畫的圖表 全部都做完 哇感覺 其實還蠻有成就感的啦 那最早其實我蠻喜歡這個 就是那一份那個 快速把一個事情給做完的那種感覺啦 可能 不過這個其實講的還蠻抽象的喔 但未來我是覺得你們 欸 可以 如果喔 至少你不討厭寫程式的話啦 不妨可以想想看喔 OK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OK 那一樣我會把那個上課的錄影喔 一樣就是會再轉檔放在我們Portal上 如果剛剛的程式你還是聽得是懂非懂的話 回去請各位再花一點時間喔 再把它複習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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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